儿子,我到捐款站了 楼下这么多叔叔阿姨都要亲眼见证 你爹捐款这一壮举 什么 他们没有掌声 他们怎么可能没有掌声啊 谢谢啊 听听,这么多人为咱们加油 我马上叫捐款 儿子,这是一百块钱 我要用手机的视频把它录下来 等你回家咱们看一看 儿子,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走你 儿子,这一百块钱虽然不算多 但是 这怎么多出一百块钱了 我手机呢 哎呦,天哪把手机扔进去了 哎呦,这怎么 不是,这有人没人呢 有这么一人,谁管这箱子呀 这咋整啊,这个 哎呦,又在这儿呢 不行 哎,哎 够呢 别走乱玩,你够着呢 偷多钱了 这才一百 哎,偷一百 还偷呢 还偷呢 捐款都是往箱子里放钱 从箱子往出拿钱,那就叫偷,你懂不 大哥,我手都偷不出来呢,还偷啥钱呢 手想拿出来啊 当然了 我帮你忙啊 哎,谢谢大哥 你是准够把这手留在箱子里呢 还是准备把胳膊一块卸下来呢 大哥,地方你随便挑,我听你的 咬牙挺住啊 一,二,三 哎呦,妈呀 哎呦,大哥 你吓死我了,你了 啥话不说了 来,过来,过来,过来 人证,物证都在 赶紧跟我去派出所 这是我的钱 谁能证明这钱是你的 这是我刚要捐的钱 你那叫捐钱吗 对啊 我可没看你捐过 我光看你往外掏了 大哥,上眼看清楚 让你看到我捐款 捐了 你这不叫捐钱 你这叫物归原主 不是,跟你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 我,我,我真是来捐钱的大哥 你看,我这不是捐了吗 不是,你这,你这不叫捐 你这不叫捐,你跟我说 当然怎么回事 跟你别着急啊 我跟你说啊 我刚来那是捐款 结果呢,比较激动 我把左手拿钱的手啊 当成手机了 把右手拿手机的当成钱了 我想拍个视频 结果一激动 打手机掉捐款仙那钱 你是个大傻子 大哥,你怎么知道五十号呢 大哥 你这巧啊 不是,我就不相信了 这手拿钱 对 这手拿手机 对 是能掉里头 是怎么能掉里头呢 大哥 我手机怎么掉进去 大哥 我当时是打电话说 他掉进去的 打电话呀 对 打开没 打开了 看着 这手机也掉不进去 不是,我当时还说话呢 说啥话了 儿子,看好喽 爹要捐款了 走你 等下去了 就这句说 对 儿子 看好喽 爹要捐款了 走你 这手 哎 大哥 你怎么真松手啊 怎么办 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 等人家来取款的时候 打开箱子 钱就敲出来了 手机也拿出来 不,那得几点呢 我晚上八点的火车 回家过年呢 那咋办 谁让你手真松呢 等吧 行 等吧 我大傻子 我看你比我好不了多少 大兄弟 你怎么想起捐款了 我儿子 考县高中 你别拍我 我儿子 考县高中 考了个第一名 全县第一名 一千多人 当时家里吧 生活比较困难 是乡亲们 凑钱让他上的学 现在我有钱了吗 我说我也捐一点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感恩吗不是 对对对 没想到我 这一机动 把手机给掉进去了 好人呐 这都几点了 这没人啊 这还没人呢 怎么办呢 这这 急死了 我有事呢 咱能想想办法呀 大哥 你刚才说 你是干什么来的 干啥的 我是木匠 九级木匠 大哥 我善意地提醒你 是个木头的 我知道是木头的 啥意思啊 什么啥意思 木匠见着木头还能干啥呀 绿龙手机就拿出来了吗 没问题 听我口号啊 你喊啊 来 喊齐点啊 一 二 三 别动 别 别 那整个合影 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 捐款呢 捐款 对 我从来没见过 拿锯和拿骨子来捐款的 我好告诉你们啊 这人证物证俱赛 走 跟我去派出所 同志 人证我们承认 这物证在哪呢 对啊 在你手里呢 不是 这一百块钱是我的 谁能证明这一百块钱是你的 他能证明 大爷我跟他不熟 你这人咋 你别冲他来 你去那边站去 不是 我不是一会儿的 不是 我确实是来捐款的 我没看见呢 你没 看见了吗 捐进去了 大姐刚才我还捐一百呢 这不叫捐款 这叫物归原主 这话刚才好像谁说过 你说的呗 不是 我们确实是来捐款的 对啊 是吗 那他拿骨子干什么呀 他那个砍箱子 他拿锯子干什么呀 他要锯箱子 这不就是偷吗 哎不是 你们知道吗 这都是老百姓的爱心钱呢 就这样钱你们都偷 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呢 同志 这我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事确实是由他引起的 对 他儿子考上县高中了 一千多人考上第一名 你想想 农民的儿子考上第一名 多不容易啊 他特别激动 特别开心 就准备到这来现在爱心 捐点款 捐一百块钱 结果呢 他一高兴一激动呢 就把这事整烦了 他以为这个钱呢 手机呢 以为这手机是钱呢 完了就 等手机就捐到捐款项里了 那个 你信吗 我不信 别说你不信 我也不信 大哥 他怎么可能呢 于是我就来一个情景在线 对对对 我也实验了一把 结果呢 哎 就那么寸 我手机也等掉进捐款项里了 继续编 哎你不觉得你俩编的故事有点假吗 他说咱俩这故事编的有点假 大姐呀 我们俩就编的就不算太假了 这什么叫不算太假 就真事 行了行了行了 别默契了 赶紧上快厕所 不是那个 不是大姐你这样 你打我电话 我电话还在里面呢 对家里的 如果想了就证明我俩说的是真的 你就得相信我俩 对对 那你手机多少号 我说要 要多少 后边 你给我一边待着 要 大姐你能不能尽钱说话 这烦人的 说吧 咱边听了 听听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他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多 这什么手机 怎么还没信号呢 这派手机 不是这箱子屏蔽 没信号吧 大哥 他跟他上派出锁 上什么派出锁呀 那个同志 这个 他手机没信号不要紧 我手机肯定有信号 你打我手机 我手机也在这箱子里 对 那你手机多少号 呃 那个 要 呃 呃 眉心眼这么多呢 听听听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 以暂停服务 什么 你怎么还欠费呢 你 你找不欠费 晚不欠费 骗这一节目 还欠费 行了行了 行了 行了 您俩别在这骗了 行不 啊 这一个手拿的钱 一个手拿的手机 他就能掉进去 不不 大姐 你如果实在不信 你也可以跟他一样 来个情景再现 对对对 你也情景再现一回 那我就再相信你们一次 好 大姐 那不就是 左手拿的钱 对 右手拿的手机 对 掉进去了吗 没掉进去 说诚啊 对对 你还有台词呢 什么台词啊 儿子 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对 就这句 行 儿子 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上什么台词 对对对 关键两个字 你没说呢 这小俩字 来俩字 走你 儿子 看好了 爹要捐款了 走你 进去了吗 没进去 上台词 没进去 进去了吗 再进去了 进去了 哎呀 是谁把我们翻了 上台词 那走 谁把我们 那我的手机掉进去了 你们俩至于那么高兴吗 不是高兴 只能证明我们俩是清白的 对 嗨 我相信你们 这样吧 你们在这开箱子 我去找负责人 把这箱子开开 把咱手机好拿出来 太好了 把它看好了啊 好 那个大姐 大姐 那个一百块钱 你还拿走啊 大哥 反正我 我不好意思拿走 那我肯定也不好意思 肯定我放箱了 哎呀 我都让你俩给闹蒙了 我也是来捐款的 太好了 又多意思啊 太好箱了啊 好 哎 兄弟啊 啊 根据我九级木匠的身份 嗯 和经验来告诉我 这捐款箱设计的特别不合理 怎么呢 如果是我设计 嗯 你都肯定放个人 啊 万一谁捐错东西 掉里东西 能及时拿出来 这多人性化呀 大哥 哎 我发现你不管很天真 嗯 你还很弱智啊 哈哈哈 我发现你